其實就是今天聽完之後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 這是一個很新的經驗 因為你不是在一個 相對非常安靜的狀態之下 聽講者講 而且你可以發覺 在這個空間裡頭小孩的聲音 然後你也沒有聽到 就是有任何人在那邊 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 某一些空間裡頭 你會覺得 小孩怎麼很吵 然後但是你很小聲 可是你為什麼不直接 走過去跟小孩溝通呢 問為什麼 可是我們通常就 然後等別人要來解決 或者是那個人的家長說 你有沒有聽到我在這 然後你應該要去管你的小孩 所以我覺得透過 今天晚上的經驗 大家也可以知道 作為一個就是教養者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 遇到孩子的狀況就是這樣啊 我們就是在 這樣所謂嘈雜的環境裡頭 進行我們的教養 那駿毅他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我可以叫你駿毅齁 好 因為我就叫他盧駿毅 然後我覺得他很難介紹 因為他不是大家想像中 說來了之後說 你會發覺一個充滿 你知道愛與忍耐那種 他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他也沒有告訴你說 有啦 就是說 一二三 然後大家就知道 要怎麼教小孩 不是 然後他剛剛在講的過程當中啊 我覺得大家可能 如果沒有認識他 就會覺得 有很多的問號 那個問號就是說 喔 那你的小孩一定都比較好教 有篩選過 所以他們沒有任何問題 跟你去任何現場 如何如何都超順利的 對不對 一定不是嘛 但是他 他把這個部分我覺得 就把他省略過去 因為他覺得 我不知道那個覺得是什麼 是說 因為這就是孩子的常態啊 那我們如果面對孩子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去解決他嘛 或去面對他 去接受他 那 我覺得他把這個部分跳過了 所以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問題 是關於 均毅分享的這一些 或者是他剛剛在講說 人面對自身的框架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 就有體制教育出來的 那我們要怎麼給孩子 我們沒有的東西 比方說尊重 或者是自由 好 那還有 剛才也有提到說 他覺得孩子很重要的是一個 有猶豫 或者是 對我來講 我會把那個猶豫 解釋成一個 呃 想像力 所以我很難解 好 比方說 我大概可以分享的是 如果我在跟學生 學生如果講二戰 然後 二戰那一定會講到什麼 南京大屠殺啊 等等 然後於是就會講到抗戰 比方說去年是抗戰 勝利70年嘛 那這個抗戰勝利70年的時候 我說 那是誰的抗戰呢 那對某些人 可是如果是對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呢 好 然後於是馬上就會有人很愛國的說 那那個衛安府啊 南京大屠殺啊 那於是 我大概就會跟學生分享 其實 學測不會考的東西 但也許我就會試著說 欸那你知道 如果今天日本人進了南京城 然後跟你說 來 我需要開 我要開一間妓院 你給我抓二十個中國女人來 你要不要開 他不開喔 那就殺了你啊 不要 不要那也殺了你啊 你要不要開 還要開啊 為什麼開 你看漢奸 我也會開 你也會開 所以你們是為了錢嗎 來 為了活下去啊 是啊 戰爭裡頭為了活下去 那你為什麼要開 你是為了錢嗎 我支持性工作 喔 對對對 但就是 是啊 所以 在那個所謂 在那個判國跟通敵跟漢奸裡頭 他其實有太多模糊地帶 因為人在面對戰亂的時候 高官永遠可以躲在最後面啊 都叫別人去死嘛 然後有錢人 他就可以搭飛機搭船就離開啊 永遠在第一線面對困難的 都是老百姓 那老百姓在 那個戰亂的狀況之下 要如何活下去 或者是我如果不開 那就換成我的家人被強姦 或整個城市的人被強姦啊 我覺得那個選擇是很難的 或者是再說 到底是台灣人還是皇民 就是有一個 在二戰的高沙義勇軍 叫史尼玉武嘛 他在日治時期叫中春恢夫 他被徵兵到南洋去打仗 結果呢 他一個人就被留在南洋的叢林裡頭 三十幾年 他每天都相信 他的皇軍會來接他 所以他不知道二戰結束了 一直到1970年代 那 當他被發現之後 問題來了 請問 在日治時期 被派到南洋當高沙義勇軍的 史尼玉武 他要回歸 在1970年代 他要回歸的是日本 還是中華民國 怎麼回答 很難 所以那個難跟那個猶豫 跟那個對人的想像力 讓人 讓人 也許可以 我不知道耶 好難 於是那個猶豫 也許是我們想要讓一個人 可以 作為一個人 然後對身邊的人 有更多感受 這樣 有任何問題的話 哲武的習慣 就是一次收集三個問題 那三個問題之後 我們再請講者來統一回答 請問有沒有要發問 可以舉個手 一個 兩個 沒有嗎 三位 好 那 廖大哥先嗎 好 欸 翔瑟你好 我想就是剛剛演講中 有聽到很多 對於學生在 聽到故事 或是他們會對一些議題 產生思考 或是討論或反思 那我想再問就是 在引導學生這一塊上 有什麼技巧 或是要注意的部分 謝謝 那個 因為這兩週剛好都是 像那種體制外教育的 來演講 那我會發現上次的好辦 跟這次的活動 有一個很有趣的共通點 就是體制內老師很少 這兩場加起來 我猜大概不超過五個 非常少 然後很多都是像這種來自 就是家長 未來可能要辦自學 或是正在辦自學這種家長 或者是學生 那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今天真的有 體制內的老師來 像我這樣子 像體制內的老師來 然後 如果你有機會 可以希望體制內的老師 去針對體制 去做什麼樣的改變 你會希望體制內的老師怎麼做 這樣子 好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是 廖大哥嗎 廖大哥你好 嗯 我覺得齁 我比較可能會做的是 下車啦 可是 那純粹跟開技院是一樣的 一樣的理由 就是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可是我不覺得下車是對的 我也不覺得感人下車是對的 我覺得如果有人能夠在當場主張他的權利 我覺得是好的 我覺得是對的 是可以主張他的權利的 這樣 那可以扣回到 我們對友善 友善空間 不管是友善什麼對象啦 對友善空間的想像 這樣 我覺得那是很不友善的空間 非常不友善 是那個空間要改進 而不是 我們應該要下車 雖然我是個屬大 我會下車這樣 但是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可是我也爆氣過 有一次 就是 有人在 有那種社區教室有 樓中樓 他們在樓上練瑜伽 還是有氧舞蹈 什麼鬼的 反而就是放音樂啊 蠻大聲 也沒有蠻大聲啦 就是 在一個相安無事的狀況啦 我們小孩下課時間會晚啊 就會跑來跑去嘛 他們就在樓上喊說 小聲一點這樣子啊 那一次我就說 欸你們小聲一點啦 因為人家在做有氧嘛 你們這麼大聲 人家真的是很難做啊 那小孩就稍微收斂 可是你知道小孩這種生物 沒有辦法收斂太久 又變得比較大聲 結果就有一個媽媽探頭出來 指著我們的小孩說 我知道你是誰喔 你們給我小聲一點 再不小聲我就跟你媽媽講 我說你不要恐嚇我的小孩 我突然就爆氣了 那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的理性思考 反射爆氣 那晚上的時候 腎上其實腺素是很激動 我自己知道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恐嚇我們家的小孩 他說你們那麼大聲 我說你們是有小聲是不是 你們有氧舞蹈是有很小聲喔 而下課完的時候 本來就會吵啊 這樣 然後他就 他就不講話 他就回去跟那些人 摸摸 然後就在說 那老師 不知道誰請來的啊 社區外面來什麼 講得有點大聲 又有點小聲 剛好我聽得見這樣 我就在下面平復我的腎上腺素啊 一邊平復一邊想說 我這樣跟你講 我太吃虧了 我要報仇 因為我很小氣嘛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想說 等一下上課以後 你看著吧 你看著看著 然後我就開始跟小孩說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我剛才那樣做 其實是很不好的 因為這樣子 去跟他吵架 一點好處都沒有 但是我覺得他做的是錯的 然後我用一個剛好 他聽得到的音量 我覺得他們做的事情是錯的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都不可以有人像這樣恐嚇你 他可以跟你好好地說 但是他不能恐嚇你 不管他是誰 沒有人可以恐嚇你 那不是他的權利 這樣 我用一個剛好的音量告訴他 雖然我是個俗辣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我有時候 也會做這種暴氣的事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我可以回應 好 先說 要是我的話 如果你覺得那個孩子很吵 那你可以過去幫助那個媽媽 安撫那個孩子 我自己的做法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去郵局 要等很久 旁邊有小孩就不耐煩 那大人就會 小聲一點啊 人家在那邊看你 那小孩就是不耐煩啊 那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去幫忙去安撫那個小朋友 也許他是 你要不要畫圖 我個人是不主張 餵小孩吃糖果啦 對啊 但是 除非你是健康的食物 那OK吧 你可以問他 你要不要畫一張圖 你要不要如何如何 轉移他的注意力 你要不要聽一個故事 什麼之類的 就是 你覺得那個狀況你不喜歡 那你去改善它啊 就是 我也想要回應 我自己是體制內的老師 好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我也沒有很 很有愛心 就是 學生會覺得 我很有愛心啊 對學生很有耐心啊 就是大家會這麼說 但是我不是一個有愛心的人 我也是一個沒有耐心的人 可是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些事情 讓孩子可以在所謂 就是 能夠被接受所有的行為 因為 因為你體諒他就是孩子啊 那你如果希望他回到你想要的狀態 那你就先想 要怎麼樣讓他可以走到那個狀態 對啊 所以我做的是 我想要為我自己好 我想要的上課風氣是怎麼樣 那我就跟學生 先培養好關係 好 所以你去抱怨什麼 你覺得很吵 那你去幫忙協助解決 就是 我引我兒子說的話 雖然講過很多次 他說 這裡是台灣啊 這裡不是迪士尼 不會有王子來救你 所以我們要自救 這樣子 好 所以 如果你覺得公車上 有人很吵 沒有媽媽 或者是家長會希望 就是 孩子哇哇叫去吵別人 但也許他沒有辦法 那就 協助他吧 協助他到一個你可以的狀態 然後 體諒他身為一個媽媽 連 要帶小孩來聽講座 可能人家都會 嫌他很吵 而他其實是想要 精進自己的 好 你可以接別 而且王子這種性別科版印象的爛貨 他也不會救我們 他只會救那種樣子的女生 所以我們還是靠自己吧 我接下來回答 請問你是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對不起 思涵 思涵 那我試著回答你的問題 可是我忘了你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的脈絡啦 應該說有很多各個派別的做法 那有一種派別是這樣子的 我想說以數學想像為 就是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數學想像為一個 我不敢說我說的是絕對正確的齁 我用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這件事情 那電視機前面的朋友不要太在意 那 在我個人所掌握的教學脈絡裡面 數學想像是這種 這種脈絡 我們姑且稱它為高度結構性的教學法 它是一個 暗部就班 設計好 我今天講完這句話 接下來要講 小孩可能會說 A B C D E 這五種話 然後他如果講A我要怎樣 他如果講B我要怎樣 他如果講C我要怎樣 會像這樣子去設計好 整個教學的結構 每個東西時間啊 什麼都想好 這是我覺得一種很保險 很妥當的做法 我們姑且稱它為高度結構式的教學 它可以保障教學目標 假如你很想要保障一個教學目標 這樣做 那 經驗來說啦 我會在裡面放一些 小孩會覺得很有趣的 會有興趣的問題 可是究竟什麼問題是小孩會有興趣的 這我不太敢說 我不太敢說一個什麼 就是一定有 像彥琦剛才提的那幾個問題 可能就是小孩會有興趣的 就是有一些有張力的 有故事性的 姑且這樣說他 他可能就是一個 會有 小孩會有興趣的問題 譬如說 我不要譬如說好了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沒有那麼高度 結構性的方法 就是比較 沒有教學 沒有設定一個很明確的教學目標的話 像彥琦剛才提的那些問題啊 他的教學目標 可能就不是這麼明確的 譬如說 學會 南京大屠殺 總共殺了幾個人 其實那也不是學會什麼 我就背下來嘛 不是 不是像這樣子一個明確的東西 不是像什麼 學會二位數懲罰 不是像學會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反正就是 不是明確學會一個東西的話 不是學會細胞分裂的過程 只要不是學會這些事情 是學會一種 比較 用彥琦的話 就是比較有想像力的 用我的話就是比較複雜 比較令人猶豫的那種東西的話 他可以是 像彥琦那樣 你設計一個很有張力的題目 那樣小孩可能就會陷入那個題目的情境裡面 然後開始去做 去做思考 那我自己的做法會 會介於兩個中間 我如果保守的話 現在 現在我們 那個自學的那個 團體已經做了 三四年吧 他已經可以很開放的 開放的做 我現在 我們現在上課就是在白板上寫說 像上次 有一次我們出去作秀 作秀 有點像啦 反正我們就是示範教學 我就直接在白板上寫說 國家可以規定課綱嗎 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兩個小時喔 沒有停 真的 當然跟他是一個作秀有點關係 就小孩很興奮 不過 不過我們可以做到這樣的事 那小孩經過訓練 就不需要技巧跟花俏 可以正面迎擊 我們所有人可以一起 可是 當小孩還沒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會的時候 他或者是我們帶領的能力 還沒有這麼好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需要比較有結構 我的話就會做比較中間 我有一個做法是這樣 我會寫一個故事 譬如說有一次我在談那個 談那個權利 就是 我在比較各種價值 像 給你錢 然後讓你殺人 你要不要 這樣 然後 你不殺人 我就殺你 你要不要 像 有點像彥琦剛才說的那個 你不開妓院 我就殺你 你要不要 那可是我用杜撰故事的啦 因為真實的故事 其實真實的故事 你去找 是找得到的 因為世界其實比故事荒謬很多倍 嘿 可是 可是有的時候你可能 沒有那麼多時間 或者是你還沒有這麼豐富的學養 你可以自己掰故事 我就 我掰的故事是 管仲跟 你們知道公子小白跟公子舅嗎 這故事很長 就是很久以前的戰國時代 然後 反正管仲跟公子就幹嘛幹嘛了 然後 然後我就瞎掰說 什麼 魯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然後這個民主國家 所有人都要投票通過 才能決定事情 然後 所以他們就被陷入一個 要投票決定事情的那個 那個故事情 禁禮 然後我今天就說 好現在齊國要來 把你們國家裡面的那個人 抓出來殺掉了 那你要 然後他說你只要殺他們 他就給你一筆錢 你要不要 那小孩就開始討論要不要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 反正就開始比 啊如果你不殺他 我就殺你 你要不要 小孩就開始比 然後把所有東西都記在上面 看小孩思考的演變 然後最後就是 如果你把這兩個交出來 你把他們趕離他們住的家 從小住的家 趕走 趕走 不讓他們回來 我會發給他們一筆補償費 而且我會在他們原來的家 拆掉以後 我會把那個地方 蓋成齊國 海鹽直銀店 你們知道 那個時代的鹽 非常的貴重 直銀店 可以讓整個國家的經濟 逆風高飛 你知道這件事嗎 然後 你如果是周邊的鄰居 你們房地產不用講 一定是直線上升 像這樣子 一個讓國家經濟如此振興 只要讓兩個人 離槍背井的事情 做不做 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在講 士林王家 我會像這樣子 去杜撰一個東西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 去逼近我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做很多的排比 其中這樣設計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還沒有經過 很好的練習的小孩 不管是小孩或大人 在專注的能力上 其實是 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專注力是可以訓練 就是 一個人 投入一個議題 然後 一直想 一直想 不中斷的這個能力 是可以練習的 我覺得可以 然後當小孩 練得還沒有這麼的 會的時候呢 一段時間 把他招回來一次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做一做小孩 就會魂飛魄散 你知道嗎 他就會靈魂出竅 他就會不知道跑去哪 這是小孩的詞喔 小孩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唱個十五分鐘 小孩就說 老師你不要再講了 我靈魂出竅了 像這樣 那就要開始招魂啊 開始招魂 回來喔 這樣 我用的方式不是這種招魂法 是講下一個故事 我把故事拆成很多段 他們彼此是有連續性的 然後又是談不同的 就是同一個議題的不同的面向 就是 一段每隔十五到二十分鐘 我就招魂一次 把他們的魂魄拉回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正在用的還不錯的技巧 你可以參考看看 大家想這樣 不會不會 請問你的名字是 修文 修文 你的問題是 我會想要給體制內老師 什麼樣的建議對不對 老師說我不敢 我不敢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體制內 有非常大的困境 你們的困境是我不能想像 而且我不能夠多說什麼的 我老師說是這樣 我常常對體制內的老師不滿 那是因為我常常收到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小孩 說實在我還滿氣的 可是我也同時知道 體制內的小孩 體制內的教育者 有非常多的困境 那不是 你說我們奮起吧 就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eacher 就可以解決這件事 沒辦法 沒有辦法用口號解決 那如果說要我期待你們 我說要期待什麼呢 我會期待你們 主公會 我希望你們 不是用個人的方式去面對這件事情 而是有可能 更組織化的去改善你們的工作環境 譬如說我覺得 像現在的教師會啊 我對他們的印象 我不敢說是正確的印象 我覺得教師會太注重於眼前的小利益了 我覺得啦 就是 嗯 就是我們可以放更多的力氣 在保障 教師的 譬如說教師的 工作環境啊 我們能不能 盡量去推更小班的 的環境 而不是像 你們知道教師課稅這件事嗎 就是 以前 國中小的教師不用課稅嘛 那那筆稅金哪去哪裡了呢 後來課稅 哪去哪裡 哪去減少教師的時數嘛 我一直覺得這筆錢真的是亂花啊 這筆錢 如果 如果拿來 去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 有很多方向耶 譬如說 可不可以徵聘心理師 可不可以 讓 讓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數減少 可不可以 反正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都不會是去減少教師的工作時數啊 因為 你減少那幾個小時 對你 真的有 對 教育者的工作真的有很大的幫助嗎 我覺得 不會吧 我覺得不會吧 當然 我不是 體制內的教育者 我不敢說 我的看法是對的 但是 如果要說我期待什麼 我會期待 體制內的教育者 試著去 組織 然後 改善 具體的改善 工作環境 而不是 去計較 那些 眼前的利益 這樣才會長遠 我的期待 是這樣的 但是 體制內的老師 真正 不是不能說真正 體制內的老師 稍微有一點 餘力的人 我覺得都已經很努力 然後做得很好的啦 我不敢再多要求什麼 對阿 像 我不太知道你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敢說你 你做得很好 有一天 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會說 像彥琦 他們還有很多 其他我已經知道的體制內老師 他們已經 很努力的 我不敢再要他們多做什麼 說實在是這樣 對 這樣可以 謝謝 那接下來還有 可能時間的關係 再開放三個問題 這樣 還有 有問題嗎 就或者是你要說你的感想也可以 還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還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還有嗎 兩個 還有沒有 好沒有的話 可能就 對 給 那邊 那位先生 嘿 君怡好 那個 我是易陽 我小朋友四歲半 那我以後 也是想要 呃 理想中還是想要成立一個 教育工作室這樣子 那 因為 比如說 我是想問 君怡請教一下 心得交流分享一下 就是說 欸 我會想成立的原因是因為 也是對體制內的教育 有點 擔憂或 這種過於僵化的 呃 比如說 分科分食術這種教材 怕 以後小孩子 呃 會 喪失很多東西啊 那 我是想 請教 君怡說 剛剛因為有聽到 你分享說 你是主張 台灣獨立建國 對 那 我又看到說 欸有帶小孩子去 比如說 這個 歷史的 地景的走讀 這一塊 那 會想請教你就是說 欸 你的這個價值觀 齁 先 撇開說 這個跟我的價值觀 是一樣 但是我比較憂心是說 欸 我們這樣 這 教育是一種 那個 很難去避免說 上對下價值的灌輸 好 假設說我們 想要 培養出 我們未來 自己 能夠獨立建國的 下一代的孩子 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領導人或是 足夠承擔這種 國家公民責任的 下一代 有沒有可能 最後 思辨下來 或是說 30年後 好 我們國家最後走向這個 由他們 下一代決定說 好 我決定要跟 中國統一 或是 對 類似這樣 我是 想跟你 聊聊說 欸 我們這一種 國家 認同的價值觀 在做獨立教育工作者 那 呃 怎麼去 因為我們也很難去 呃 思辨說 到底 欸 建國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 那 等於說 這問題很複雜 但是 因為剛剛有跟 就是這樣 整場聽下來 就是 有點想跟你交流 這一塊這樣 對不對 謝謝 其實我搞不擔心 最後問題要問你什麼 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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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江振好 就是 因為我剛才上海 那我只是想要問一個比較實際一點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 有關於就是說 比如說像現在很多 比如說 國小或是國中 甚至高中也好 就是 像目前我們整個台灣 教育體制下 都是 主要還是以升學為主 那其實就像 可能 呃 一開始可能江振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欸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獨立思變的一個價值 可是那當如果是你遇到 就是說 呃 有 在 其他的老師 或者是在體制內 就是 可是如果說有 理念相互有衝突的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去 說明 就是說 欸 做一個理念上的一個溝通的那種想法 因為像有些老師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 在 這麼久以來 他已經 根深蒂固了 那 當你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 試著跟他去 做理念的那種 溝通或者是 對 想法的交流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先回答 是 易陽嗎 易陽嗎 好 呃 呃 你的問題如果沒有 理解錯的話 你的問題可能是在 可能是我這樣說看有沒有對的 我先確認一下 你的問題是不是 我們這樣子讓小孩 可能會取得 某一種國家認同 或站在某一個立場的時候 這真的是好的嗎 身為一個教育者 可以這樣子去 有點像是讓小孩的選擇 變狹窄嗎 是類似這樣的意思嗎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 我們這樣子對他 會不會其實跟體制念 也沒有不同 他也是被我們洗腦 是像這樣的意思嗎 好 我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們從兩個層面 來看這件事情 第一個層面是 我還是回到那個核心 我的 我的教育價值的核心是 就是 猶豫嘛 我希望這些事情是 或有另外一個詞 我希望他很混亂 我希望他很混亂 多元 多元現在 這個詞已經有點爛掉 被有些人用爛掉 有的多元是 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我們各自講各自的 沒有人要聽別人講話 這不是什麼多元 不是這樣子的 那 我希望 我希望這個社會 有各式各樣的聲音 然後大家都能夠聽見 對方的聲音 然後理解 肯認他 接受他 肯定他 承認那個部分 是我們也有的 譬如說 想要當中國人 有很多種可能 譬如說 他想要強大 想要加入一個更強大的什麼 那個我也有啊 老實說 誰不想要啊 我也有 我也有 那個 想要當中國人的部分 我也想要龍的傳人 有一點點 可是 可是 可是問題是我有別的啊 我有別的啊 我希望這個社會的個性 也是像人這樣子 很複雜 他有想當大中國人的部分 也有想要台灣 台灣是一個台灣主體的部分 我希望這個台灣社會 保持這樣子的複雜跟彈性 那在這個 以社會 以台灣社會 為 範圍的想像的時候啊 那我會選擇去做 比較少人做的那一塊 假如今天反過來 全台灣的人 大部分都想要做 都想要台灣獨立 有一群人會變弱勢 就是那個 其實已經有點像了對不對 那個 那個大成人 假如他們還 擁抱著這個 對 兩蔣的信仰 他們就會變得很脆弱 很受傷 有點像現在 國民黨 某些國民黨支持者 他們可能現在很受傷 因為不能理解 為何台灣長得像這樣 那我覺得要去理解他們啊 要試著理解這件事情 要知道他們跟我們一樣 有一樣的部分 所以我會去做 少數人做的那一部分 那以個人為範圍的時候 像現在 現在我覺得少數的部分 仍然 仍然是轉型正義這一塊 仍然是轉型正義 我們雖然現在這一次 民進黨贏了 或是所謂 我要說進步派嗎 也沒進步到哪裡去 的這一派 贏了 可是問題是 整個轉型正義的進度 還超級無敵落後的啊 你光是漢人的轉型正義 228的轉型正義 還是恐怖的轉型 還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你知道在北埔 北埔以前是原住民的 新竹北埔以前是原住民的地盤 他在給他那邊立了一個 什麼開拓百年紀念碑啊 什麼叫開拓百年 不就是鞭死原住民一百年 立在那 啊有些原住民後 他還去哪裡拍照咧 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還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這一塊還有好多可以做 我一點都不擔心小孩被洗腦 我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他走出我的教室 外面一大堆人在洗他的腦 他開便室 聽別人講話看報紙 那些東西都是在對面的東西 我做的東西 他搞不好只有在我這裡才聽得到 我一點都不擔心 他會被我的 被我想要傳達的東西綁架 一點都不擔心 在整個社會環境 整個社會的層面 我是這樣想這件事情的 但是在個人的層面 我們那邊獨派的家長超多的 有那種上課上完一半小孩 就說台灣當然是個國家啊 比我還激動 我還激動什麼 這種小孩 我就會問他說 你想要台灣獨立 你知道那時候朝鮮想要獨立 死了多少人嗎 朝鮮那時候萬歲事件 死了幾千還幾萬 我忘記了 反正死了一大堆人 好你想要獨立 你準備好要死人了嗎 那你要怎麼獨立 你有想過嗎 用喊得很容易 鄭南龍喊完沒多久他怎麼樣 你有要這樣嗎 你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這第一個問題的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 台灣不是只有你們這些傢伙 台灣有很多人的 光是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好了 你現在轉過來 還有一些人 在對面的人 他們也需要他們的轉型正義 他們也要真相 你如果有一本書很有趣 叫做警察與228 我到處去找 那他們的口述歷史 官方文獻都沒屁用 因為你們知道張延縣教授 做了一系列的228的口述歷史 還蠻好看的 可是 那都是偏這邊的 偏受害者的 那我想要知道對面的啊 那不是一直傳說什麼 台灣人打 打外省人嗎 傳說什麼台灣人那時候 對外省人做了多恐怖 很多殘暴的事情嗎 那些史料在哪裡 啊我找到一本書 叫做警察與228 然後那個作者是一個警察 警官退休 大概這麼厚一本書吧 然後前面五分支支 全部都垃圾 不要看 然後後面是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很棒 他做那個就是外省人跟警官 那時候的 就是外省人那一方的口述歷史 那真的做得很棒 我覺得很中立 那一部分史學的 口述歷史做得很好 可是他根據那個很好的 口述歷史的材料 不知道為什麼做出一些 五四三的結論 那我就不管了 因為 可是我還是買了那本書 我買的時候很猶豫 我就想說前面五分之四是垃圾 只有五分之一是 那我到底買這本書幹嘛 不知道 你們可以考慮用硬的啦 反正 反正 就這樣 像 像我就特地去找那一邊的東西 來補給這些台派的小孩 獨派的小孩 因為我希望他知道更複雜的世界 像這樣子 就是在社會層面上 我不擔心他只會知道 台灣建國這一塊的立場跟知識 因為 還早呢 還小呢 但是個人層面 我還是會想要補給他另外一塊 譬如說 大成人怎麼想 眷村的老兵怎麼想 外省的後代又怎麼想 真的有人 也不是所有台灣人 都不想要跟中國統一的喔 不是這樣喔 有很多 台灣留學生 後來都是 中共的高階幹部喔 那是日本時代的事情喔 很多台灣留學生 他們後來去當 中國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啊 啊 在 那個什麼 台灣 農民運動最早那個 那個叫什麼 剩 剪輯 那時候 那個農民組合那時候 然後日本人開始鎮壓嘛 搞了好幾次事件 那些左派分子全部都跑去中國啦 他們其實也有懷抱一種大中國主義啊 不是所有台灣人那個時候 都心甘情願當日本人嘛 我們想阿捏 所以 超級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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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想要補 像這樣 啊我就不擔心 這樣可以 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OK 謝謝 然後第二位是這位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告訴我嗎 君米 君米 君米你好 你的問題是 就是 體制內對體制內 我對體制內的什麼啊 對不起我忘了 誰可以幫我說一下 我就是想把他們衝突 體制內的老師有衝突的話 我會怎麼樣呢 我 不怎麼樣 我 就是 如果能溝通就溝通啊 如果不能溝通也沒辦法 首先 首先這樣啦 因為你可能錯過 我沒有主張獨立思考 或者是說 我確實主張獨立思考 但是獨立思考 不是我 最重要的價值 啊我會覺得 太過於強調 獨立思考或理性 會疏忽了另外一塊別的 那個另外一塊別的啊 就是我覺得 不必去跟體制內的老師 特別是懷抱一種 懷抱 已經懷抱堅定 懷抱一種價值的人啊 那種人啊 我並不會覺得 一定要去跟他變個你死我活 因為 有時候常常沒辦法溝通 就是沒辦法變的 像 我 怎麼 我就直接說啦 我 我就 不會想要去跟 核中 核能留言中結者的人辯論啊 我完全不會想跟他們辯論 我曾經試過 我完全不會想要這樣做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去跟他們辯論 因為我們懷抱的是不同的東西 可是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 而且我覺得 我很努力的想要去肯認 他們有的東西 他們有的東西 我覺得我有 我身體裡面有 那樣的東西我覺得有 就是 你要我放棄 現在的文明因為恐懼 我其實很猶豫的啦 很猶豫的啦 你要我現在把所有核電廠都關掉 然後一直不開筆電 可是我要怎麼看Facebook咧 結果我還是很猶豫的 那個東西我有 我會希望 像這樣子去肯認那個東西 阿不是把他們當成怪物或妖魔化 或一群不能溝通的 雖然他們也覺得我不能溝通 可是我沒有想要這樣啦 我還是希望說 能不能有一天展開合作啊 有沒有可能 當他願意接納我的立場的時候 我們來試著展開合作 可是我不會想要去說服他 因為我覺得那不是 所謂獨立思考能解決 就是我覺得他也獨立思考 我也獨立思考啊 說實在是這樣的 只是 我們在想不同的東西啊 對啊 阿不是因為他想的比較獨立 我想的比較不獨立 也不是反過來 而是我們懷抱不同的東西 阿我會想要懷抱他的 當有一天我已經懷抱了他的 而他也懷抱了我的時候 我們就能對話 我曾經試過喔 我試著去找合中的人說 我知道你們很在行 你們有沒有可能 站在理性工程的角度 然後來成為我們這一邊 監督政府的人 這樣我們會相信你 我們會願意相信你 只要你願意監督政府 我們會願意相信你 可是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在監督政府啦 他們覺得他們監督得很到位啊 那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想要變這件事情 但是我不是這樣認為的 但是我還是希望他們 在意的東西 我確實在意我接受他 我希望有一天他也在意我在意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合作 我希望這樣 我希望至少 有沒有可能下一代或下下代可以這樣 我們這代也許不行吧 我再猜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或者是我回到 我回到我自己如果在 就是縮小到課堂的經驗就是 我上課的時候 我知道體制內的學校很喜歡 禁止學生去上廁所嘛 但是如果我的學生上我的課 他們就會說 老師我可以去上廁所嗎 我就會說 你為什麼不自己去 為什麼要問我 對啊我說 我不會牽你的手去啊 如果你是期待這個的話 你就自己去 然後他們就會馬上冒出說 那為什麼某某老師說不能 那我要說 因為我好棒棒嗎 不不不 我會覺得你那樣沒有作用 我就會說 那你要不要去上洗手間回來 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討論 他們通常都會說 那我想要先聽 好 那我們就說 那你覺得 老師們為什麼會不許你們去上廁所呢 你覺得如果你是老師 你的考量是什麼 我覺得是透過那個討論 讓人知道說 其實有人是有這樣的困難耶 或者是說 為什麼老師一直要罰我們寫 然後我說 那你們覺得咧 就是我很喜歡把問題丟回去啦 所以可能 我覺得我的課堂上 比較不會是 我們就照著 你知道 其實要教學跟功課好 太容易了 太容易 分數的東西太容易了 可是 你要讓他知道的是 怎麼樣去生活的能力 那那個生活能力 也許是說 當我們在講那個戰後台灣的時候 講228 你知道 大考如果是會考 或學測 反正228 然後一個主題嘛 然後就是課本上的東西 你其實不用跟他去補充什麼 澎湖713事件 或是你不用跟他補充 那個高醫生跟唐手人 都不用 因為學測不會考 因為會考不會考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需要去補充他們呢 我們需要站在害人的角度 或者是試著去站在原住民的角度 就是 什麼 你的秘露藍綠是我的顛沛流離啊 我們自己本身 作為漢人也是加害者啊 那我覺得透過那樣的討論裡頭 學生才會知道說 每一個人真的有他的為難耶 或者是每一個人有他的局限耶 那你看到對方的為難跟局限的時候 如果現在是不能解的狀況 那當你成為大人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有一個選擇 知道我們在下決定的時候 是有為難的 然後我也會跟學生 學生就是通常聽到話 就會很幸福 喔老師你講得好好 我說你們也不要相信我 蛤 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期待你們 對任何事情都抱持著懷疑 可是那個抱持懷疑 並不是說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信任 我的意思是 你應該對事情抱持懷疑 然後以你自己的方式去找你覺得雙方正反面的證據 然後由你自己 因為我們通常說其實沒有中立這件事啦 我們在陳述一個議題的時候 會同時的說出正反面的意見 然後我們可以表態 因為那是我們的選擇 可是我們並不因為我們自己先表態 而只告訴學生某一些的事實 這樣 那至於 所以回到 我都覺得還是 就在好好的對待身旁 每一個有機會跟他對話的人 就像 我自己在外面也有接觸自學的學生 他 就是他自學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說 欸 彥琦我今天不想上課 我說喔好 我知道 我並不會暴怒說 可是你已經答應了 因為他有權力可以決定嘛 結果呢 我在跟另外一個女孩上課的時候 這個男孩就拿一個瓶蓋 然後過來他就遮住他的胸前說 彥琦你看 我的胸罩 然後我就說 如果一般說 欸 怎麼可以講那種 不 我就說 不不不不 胸罩應該是兩邊 你應該拿兩個 然後他就會說 他 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開始討論起胸罩的問題 跟 他說有些女生會滴下來就是會被看到啊 所以我說 胸罩的目的就是 就是 是要不被人看到嗎 然後他就覺得 好像不是耶 我說那你覺得 那個胸罩的作用是什麼 我們後來討論結果 他覺得 就是 就是讓女生的胸部 可以在比較安全的狀態 然後他在運動的時候 不會有損害 就是不方便他自己 或者是 我跟他說 有有有 在傳說中有 有一個國度的女性 他只有一邊的 一邊的內衣嘛 就是胸罩 那就是 亞馬遜國 因為那個在 應該是在哪 奧德賽的故事裡頭 因為這個女人國 是不需要男人的 所以 他們自己拉弓射箭 然後因為拉弓射箭 一邊的胸部 會影響到他們的手施展 所以他們會切除一邊的胸部 我說那樣狀況也是有的 那我覺得 在那個自學的狀態裡頭 你說他沒有在學嗎 有啊 我們從他的經驗裡頭 去想像到很多 然後呢 另外那個 沒有參加討論 但是打斷他的女孩 很認真的聽我們講話 就說 可以回來了嗎 現在是我的時間喔 這個女孩她也在學習 好 我接受你們講這些 然後到一個段落 我就會說 現在是我的時間 於是我們就回來 那個教學的場域 我覺得是這樣 好 君怡你要總結嗎 你要說幾句話嗎 你這勉勵那一種東西 我不會那種東西 我不會那種東西 我的講座都有售後服務 終身保固的 你們可以加入 你們可以在Facebook上 找到我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就問我 就這樣結束了 希望大家 晚上睡得好 好 今天謝謝各位來到哲午 這樣 有要預告 下一週 下一週的話 我們有另外一場 是關於 我不會去說聽障 我會說龍人 就像我們是聽人 那 蛤 噢 視障是不是 好好好 所以我們會說 視障 那至於到底視障是什麼 或者是我們可以去 去定義說 到底視障 對視能障礙的人 是不是障礙 這件事情 如果是詳細的狀況 再請Follow我們 哲學星期五的台中的臉書 臉書頁 今天真的再一次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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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